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三个字 这样写为啥不对 结构上有哪里安排不合适 该怎样改正你会吗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刺这个字 大家看一下 左部三点水问题不大 问题主要出在右半边这个欠字 欠这个字大家看一下 右半边应该是撇 横钩往右上抗肩 大家注意啊 横钩不能写宽 为什么底端有撇那组合 所以它一定是上面窄底下宽的 这个横钩 钩和撇基本上成平行的关系 而且横钩非常短 这一部分是非常窄的 很瘦 绝对不要给它写宽 再一个是下面这个人子 撇是不是这样直接斜过去的 撇要从横钩起笔位置的正下方 竖向下来 这个撇要竖向下来 然后那话直一点往下压 放出那角 是这样子的 主要是欠字的问题 那少字 少这个字大家看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能看出来 是这个撇的问题 很多孩子写少字的时候 都喜欢把撇写在这个点的尾巴这 从点尾巴的下方开始起笔 其实这个撇起笔的位置 应该是在点起笔的正下方 而不应该在它的尾巴 你看这个点从这起笔的 还有一点要注意 这个点要平缓一些 平一些 不要给它写的太陡 左边这个点是斜着过来的 右边这个点要稍微平一些 然后在右点的正下方 起笔的起笔位置的正下方 开始起笔写这个撇 这个撇直一些 也不要给它写太弯 这样的话整个字才会显得更紧凑 如果从尾巴这开始起笔写的话 这中间会有很大的空白 有很大的留白 导致整个字结构显得不紧凑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走 走这个字是什么问题 其实走它也是撇的问题 我给大家讲这个走 主要是想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撇 因为很多人写这个走字的时候 撇喜欢往下写 往下写 其实这样写它不对 大家注意 走这个字可以说是成一个 正三角形的这样一个姿态 上面是 这个竖往上延伸的 是一个脚 上面脚 这个撇一定是往左下走的 你看往左下走 而那话往右下走 你看这样一写 整个字马上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 你看 整个是成三角形的 是竖往上 撇往左 那往右 千万不要把撇往下走 这是走字 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三个字的正确书写方式 好 首先 点 然后 提画往上走 好 右边 在这个点的正下方 大家看一下 好 撇画往外走 伸展出去 大家看一下 在点起笔的正下方 这个撇要直一些 这是少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走 横 横 横往右上 横 横 好 再来一个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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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从这写 撇画往这走 那画 往外延伸 拖出那角来 这是走字 大家看一下 竖往上 撇往左下 那往右下 成一个三角字形 这是走字 好 我们这期视频 关于次 少和走 这三个字 就给大家改到这了